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于这个自由粒子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选另外的 是吧 你可以选这个PXPYPZ 这个力学量完全极 那么你可以得到了它的这个解 这是我们以前就会知道的 是吧 那么这样两组独立的这个 用不同的力学量完全极来描述的话 那当然你的那个平面波的那个波函数 当然可以按照它展开 大家看一下书上可以证明 那么这个平面波呢 可以按照这个HL方LZ的这样的力学量完全极 所得到的这个波函数来进行展开 而展开系数呢是这个系数 所以你去测量它的搅动量的话 你看它的搅动量可以取各种各样的搅动量值 是吧 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搅动量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而它的那个展开系数呢 就是这样一个系数 而大家这个自己 大家看一下书 那么我再要声明一点 就是我们讲的算符的运算之间 大家只要会 我给出算符来你会运算 但并不需要你去用算符来推到推到能量本真值 本真函数 你看懂了就可以 所以大家只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你有算符 你要会计算这个算符的关系 并不需要大家 我有一个哈密登量 我要去找一个算符来进行求本真值 本真函数 并没有这个要求 底下呢我们介绍这个求方式景 求方式景呢是比较简单 就是啊 这R小于A的时候呢 它是等于0 是吧 而大于A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常数V0 因此你在任何一个区域 因为这要分成两个区域 是吧 因为它们有间断点 你要分成两个区域 但是你在每一个区域里头 你都可以看着一个自由粒子 是吧 那当然自由粒子可能不一样 一个就是 这个1大于0 一个1小于0 这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说 你去解方程的时候 它是同样一个求Besser函数的方程 是吧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啊 对于这样一个情况 它当然是 止通R有关 因此你还是可以 用这个HL方Lz 已经来处理 是吧 那么你就得到了景象方程 那么这时候的景象方程呢 它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R小于A的 一部分是R大于A的 那么我们如果要处理一个束缚态 那么这个能量当然要小于V0的 是吧 这时候我们定义了两个 一个K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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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吧 这同自由粒子的那一样 只不过这时候只是说 是在R小于A的这样的区域 R大于A的区域呢 就不是那么简单 它是虚中量的 就是I K平方 它是虚中量的Besser方程 求Besser方程 那这没关系 我们照样得到解 是吧 这既然是求Besser方程 那么我们就写出求Besser 这个 它的解应该是求Besser函数 那么对于这个 K是一个10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当然得到一个 求Besser函数和 这个 这个 Noyman函数 那么求Noyman函数呢 那R乘N呢 在R去向于0的时候 它是去向无穷的 所以我们 在R小于A的区域 因为它包括0点 所以呢 它应该有这个条件 因此你只能选 这个JLK 你只能选这个JLK 对于R大于A的时候呢 你当然可以选成JL和 就是求Besser函数 的线性函数 的线性组合 但是你是一个舒服态 所以当R去向无穷的时候呢 你要求这个波函数 要去向于0 是吧 因此我们第一个条件去看看 这样一个波函数 在无穷远为0的情况 那好 我们在R去向无穷的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 求Besser函数和求Noyman函数 它们的这样一个渐进解 这是我们知道的 是吧 你渐进解的话 化开来之后 就是把这个三颗三颗化 化开来之后 你把这两个R去向无穷的时候 要去向无穷大的 这样两项合在一起 最后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那一个是R去向无穷的时候 它要去向于0的 这一项当然是好的项 是吧 一项是这个 R去向无穷的时候 它是这两项相加了 R分之11加12乘上它 那你要它R去向无穷的时候 要去向于0 那当然这个系数应该很等于0 这给出条件 就是说 给出我们这个线性组合的条件 就是这个线性组合 C1加C2 C1C2这两个系数的话 是要根据在无穷远 应该为0的时候来决定它们 因此就是说 R分之11加C2应该等于0 这时候的话 我当然可以令C1等于B KL 那C2就等于I BKL 所以把这两个参数定下来 是吧 那一是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就是BKL加上I求诺义曼函数 是吧 求Beser函数加上I求诺义曼函数 而这两个一加就是第一类的求亨格尔函数 是吧 这你们梳理方程里头都有的 是吧 而第一类的求亨格尔函数 它有个好的性质 就是它如果是虚重量的话 是正的那个虚重量的话 它在无穷远点趋向于0 这就是我们要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推的时候 本身就是 就是从要求在无穷远点趋向于0 而选取的C1和C2的关系 那得到了这样一个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第一类的求亨格尔函数 那么你就等于就是把R大于A的这样一个解就有了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底下一步 所以解这个方程是很规范的 卫士有间断 那么分各个区来给出它的解 然后通过这个解 要求在零点和无穷远点它们的条件 然后把这个尽量的把这两个区域的参数 给它尽量减少 是吧 做完了这一步之后 就连接条件 当卫士是有间断点的 有先间断的 那么它的波函数连续和导数连续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在R等于A的地方 求它们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条件就可以得到了 这个条件 就是对数的导数 对数导数就是波函数连续导数连续 把它一比 是吧 就得了 那么由这个呢 你就可以你看 它同那个 一个任意参数没关系 是吧 所以只决定了这个能量 因为B一定给定了 A给定了 所以这个关系是就可以把能量一决定 由这个能量一就得到能量本真值 是吧 就可以确定能量比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取一个最简单的 L等于0的 是吧 L等于0最简单 因为L等于0的 这个解0Kr也简单 是吧 H0 这个E的这样一个表达式也简单 那么由它来我们就可以绝了 它的波函数连续导数连续 把这两个一比 你就得到一个什么呢 就得到这么一个方程 可塞用代替Ka Eta代替Kappaa 你看你得到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一个方程 这个第二个方程 这个就像我们在 对称方位式里头我们做的 其余称解 就是在二次相线 好了 既然在二次相线 就在第一相线没有解 第一相线没有解 就代表了 如果你这个小于二分之π 就是半斤小于二分之π的话 你就没有解 因此的话 它有最低能量 就在这样一个位式下 它的能量是有最低能量的 这什么道理呢 这就是相当于 我们以前说了 它之所以能量可以无限的下呢 就是Δpx可以无限的小下去呢 是因为Δx可以很大很大 但是现在只能一边 就像我们做习题里可以看到 如果假设你一个位式 有限一围的有限生位式 如果一边是无穷大 这个它就有最低能量 它因为什么呢 它因为小下去之后 它波函数只能朝一边扩充 它不像那个对称的方位是 你的Δpx小了 我Δx大 大它是从两边都可以延伸出去 你一边是无穷大的话 它出不去的 要延伸出去 就是经典不能出去的地方 它可以延伸出去 有概率在外头 但是它出去的小 它不能满足不确定关系 因此它就不能无限制的小下去 你想对称方位是可以无限生效的 假设不是对称的 一边是等于无穷的 一边是有限大小的高度的位置的话 它是有最低限的能量 所以它都受到这样的不穷的关系所制约的 这个也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R等于0这也 小R乘上大R也要去向于0 它受到这样一个约束之后 它只能朝R大于A的地方延伸出去 但是这个延伸出去它有限 就是不够 因此你不能能量无限的小下去 你无限小下去Δpx很小很小 那要求Δx很大很大 它不能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大家注意 因此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对称的有限生方位式的 所满足的方程一样 因此的话在它这个半径小于二分之π 它是没有解的 那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能无限小下去 当它在这样一个范围里头 那么它有一个解 你看看 就是啊 当它大于二分之π的时候 到π这个之间的话 它是可以有焦点 在这儿没有焦点 所以它的能量不是不可以无限小下去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头呢 这没有这个节点的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就是Kr在领导π之间是没有节点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就是得到的基态解 所谓零点的话 它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头 因为在外头的它是一个指数 所以零点实际上是在这个区域里头 零到A这个区域里头 有没有零点 那么随着这个半径大呢 它可以有两个解 一个是没有零点的基态 是吧 一个呢是有一个零点的态 这是另外一个解 是有一个零点的 一个是像刚才说的 没有一个零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零点的 有两个解 然后你再大 大到一定程度 可以有三个解 一个是没有零点 一个有一个零点 一个有一个零点 一个有两个零点 这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规律 那么这个是比较要用图来画出来 那么当这个V0去向无穷的时候 V0去向无穷的时候 那么kappa呢去向无穷 那么这时候呢 在R大于A的区域里头 这个波函数是等于零的 是吧 那就是有连续条件 因为这时候只要有一个波函数连续 因为在A等于零点的这一个地方 它应该等于零 是吧 它应该等于零的话 那么就是它的一个解 就是本真值的解在这儿 knrla等于零 这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解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根了 就是啊 求本色函数它的根了 解零 这个Kr R等于A的地方 应该等于零 那么得到根 啊 那么 正教规义化的本真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点出来 这就是啊 这个 一小于余0的情况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本真值 这都可以 这是查 你查表就可以查到的 啊 就是解零 KrA等于零 那么Kr取什么字 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 KrA等于的值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是等于零的时候解 不等于零的时候 当然比较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 一大于一零的 大家要看啊 一大于一零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 呃 呃 自愿运动 不是一个 就是啊 实际上可以跑到无穷远的 并不是一个舒服态 但是这个描述呢 呃 大家要注意 这个描述 同我们以后 讲散射的时候 有关系 而且你从自由离子进行比较 你就看到 有这个位是在 和没这个位是在 它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当一大于余0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啊 在R小于A和R大于A的时候 这个都是个实数 是吧 那么这个方程 当然还是一个 求白色函数所满足的方程 只不过这个 呃 一个是K 一个是K1 是吧 K1呢 是等于1-0 除以H8平方乘2 的开方 是吧 K就等于这个 那么你可以写出来 因为这两部分 因为这两部分都 你当然可以写出来 这个第一部分 我们还是 它还只能是求Beser函数 因为它不能求 Noyman函数不行 因为在R乘上这个 R乘上这个R 当R趋向于0的时候 它应该趋向于0 是吧 它只能有一个几 因此呢 你就得到这个 R小于A的时候 它等于这个 还是原来我们的表达式 R大于A的时候 它得到这个 是吧 而这时候 你并不需要加起来 趋向于 这个R趋向无穷的时候 要它趋向于0 你并没这个要求 是吧 你只是看 它在R 在无穷远的时候 它到底什么行为 好了 我们知道在R 趋向于无穷的时候呢 这JR的渐进行为 这个 丘罗伊曼函数的渐进行为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你看到 这是Sign 是吧 这C1乘上这个Sign 这是C2乘上这个Cosine 因此呢 我们就假设了 C1是B Cosine Delta LKE C2是-B Sine Delta LKE 因为什么呢 这是两个餐量 等于相当于 那我现在用另外两个餐量 一个是B 一个是Delta LKE 来期待原来的C1C2 为什么这么期待呢 因为你这个T带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写得很漂亮 就是啊 在R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波函数形式呢 就是B乘上的K1 1R分之3K1R 减掉2分之Lπ 加上一个Delta LKE 以后我们当然可以 要讨论 这Delta L你为什么 你可以另外摄 是吧 你可以假如说我这是一个负 这是一个正 那么你这是一个简 所以这个这样摄呢 是摄成这个样子呢 是以后我们去看 这Delta L它有个性质 这个位是 当它是排斥式的时候 它是负的 当它是吸引式的时候 它是正的 以后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到闪射 这只是说 我假设这个只不过用B和Delta L 来替代你的C1C2 没有别的意思 是吧 这样可以写出来 另外一点 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 你可以从自由离子进行比较 就是啊 我们之所以要写成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从自由离子 假设没有这个卫式 没有这个球方卫式 对吧 那么这个自由离子 当然走到无穷远 那除掉这个KE不一样 因为这个KE 因为你是在一个球方卫式里 走到无穷远 这个KE和KE不一样之外 它还插了这样一个像 我们底下可以看到 所以写成这个呢 是因为有 要同自由离子比较 要以后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相位的这样一个变化 它同卫式的吸引和排斥的关系 嗯 来看 所以这个做这样一个假设 因为这两个系数都不能确定 就是说不能通过什么关系 把这两个系数给它定下来一个系数 所以我还是两个变量来描述它 你看对于自由离子的话 我们知道自由离子的话 你得到的KE就是JLKR 是吧 因为JLKR对于R等于0的地方的渐进行为是满足的 它当然满足这个方程 别的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整个全空间 它就是JLKR 那么好 在R很大的时候它是这个形式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所写出来的 这个有 有卫士的时候 囚方卫士的时候 它就多了这一项 它们之间差 所以啊 这个立场的性质啊 反映在ΔLKE上 那么怎么来定这个ΔLKE呢 我们由这个R等于A的这个连接条件 由这个连接条件就是啊 波函数连续 是吧 是波函数连续 然后它的导数连续 那么把这两个波函数连续和导数连续 把它们来比 就得到这个表达式 所以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书就可以 然后这儿要提醒的 这儿的导数都是对中量进行为上 就是啊 像这个为上JLKR的话 实际上是对KA进行求导 不是对A 就是不是对R求导 是对KR求导 然后带A进去 是吧 这是要注意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 这只是简化一下 是吧 把这个表达式用γL来表示 那么好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表达式 就是啊 写出来的 简单的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一归纳之后 就等于 tangent delta LKE 就等于这个 这个书上都有的 那么你当V0AE如果给定 E给定就是K给定了 2M分之H8平方 H8 H8平方K方了 是吧 当这个给定之后呢 那么这个当然是给定的 是吧 所以由这个方程呢 它就给出一系列的 DELTA LKE 所以DELTA LKE呢 是由这个来定的 那么它是从这个 呃 有卫式情况下 以后 假如你卫式等于0的话 那它就等于0的 是吧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你对于自由粒子的话 就是KR分之3 KR减2分之Lπ 你对于有卫式下的话 就等于KER3 KER-2分之Lπ 加上一个DELTA LKE 那么我们这样呢 你就可以得到 当E大于于0的时候 你这个 有一个连续谱 因为这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方程 能够把能量定下来 因为这时候有三个参量 是吧 有三个参量 所以你定不下来 因此呢 你就得到这样一个表达式 这表达式什么形象 写出来呢 就是说 如果这时候的话 R去向无穷的话 有卫式V0 这样一个求方卫式的话 那么有渐进解 RKR呢 渐进解 是KER3KER-2 2分之Lπ加ΔLKE 那这个写出来呢 就是这个形式 这写出来 你把SINE1写出来 你把E的这个I这个DELTA抽出去 因为正比一个系数嘛 不算 那么这边呢 就变成乘上一个 因此 乘上一个 变成一个 1的2倍IΔLKR 所以说 你从自由离子来比较 在R等于很大的时候 你想 这是个入射离子 是吧 这是入射球面波 入射球面波 经过一个位式 散射 出去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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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射球面波 是吧 这R分之1的IKE R减掉R分之Lπ 这个是出射球面波 这是 在 第二章的时候 叫大家做的一个题目 叫R分之IKR 求它的 这个 概率通量词 R分之1的-IKR 两个 你就可以算了 一个是 朝里的 一个 概率通量 一个是朝外的概率 每一个球的 它们的通量的 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 大家可以 你再回去看看 你做的题目 是吧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入射球面波 这R分之1的-IKR 这个常数 不管它 是一个入射球面波 而这个呢 是一个出射球面波 你可以看到 当卫士存在的时候 它多了一个 这个因子 因为你对于 自由离子来说的话 你看 这个自由离子是这个 它没有这个S 这一项 对吧 它没有S这一项 是吧 这个有 卫士的情况下 它有这一项 因为也就是说 这个卫士 并没有改变它的强度 等于是一个弹性闪失 这个卫士啊 实际上 对这样一个入射球面波 一个弹性闪失 它只是改变了卫相 但强度是一样 你 它的 它的磨的话 是等于1的 因为这个是个实数 ΔL是个实数 所以它的磨是等于1的 同它的这样一个磨是一样的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是 M分之HK1 H8K1 乘上一个它的磨的平方 是吧 而这呢 这个呢 它是负的M分之H8K1 乘上一个它的磨的平方 这磨的平方都是等于1的 所以它们的流墙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受损失 只不过它们的位相改变 是吧 从自由粒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一堆 所以啊 可以看出来 立场对粒子的作用是改变出色波的相位 只是改变这个 好 今天课就讲到这儿 大家把1到5做一下